我既不成乃天命也 诶 俗国之孽 绝非将军之罪 时事后主无道而至啊 这是剧中最令人累的那一幕 这位蜀汉最后的擎天柱 在后主刘善投降的情况下 明知复国计划希望渺茫 还是义无反顾一身犯险 哪怕是一记害三贤 生死盗销也无怨无悔 我有一记可是汉氏 幽而复明 散乡忠惠 江维打算利用忠惠 来实现复国的愿望 而忠惠也想利用江维 辅佐自己干掉司马昭 于是俩人一拍即合 我与伯约结为异姓兄弟 若有二心当如此见 这一幕刺激到了邓赖 觉得忠惠收服江维 就是在跟自己争功 为了吻压忠惠一头 他竟然 拜刘善为扶风王赞还后宫 其余文武 各以高下败官 邓爱自是功高 擅自做主 让进攻司马昭非常不爽 江维果断抓住这个矛盾 或有与邓爱不合的忠惠 模仿其笔记给司马昭去信 信中用此傲慢 态度嚣张 进一步刺激了司马昭 本就燃烧的熊熊怒火 火速派人去忠惠军前 令他收服邓爱 是 忠惠顺势情拿邓爱后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江维剑邓爱父子已出 又拿出当年诸葛丞相 交给自己的那张图纸 对着忠惠一顿惑用 说只要利用好这份图纸 咱们就可以打回洛阳 把司马老儿给赶下台 事成则得天下 不成则退守西数 也不失为刘备也 为了跟司马昭反戈一击 忠惠在宫中大摆红梅艳 假借郭太后的名义 胁迫重将在诏书上画压 追随自己讨伐司马昭 为令者斩 看着众将一一画压 忠惠乐姜维也乐了 觉得自己复国有望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司马昭竟齐高一昭 早早的亲统大军 来到了长安对付忠惠 乱军之中忠惠被射死 姜维被卫军团团包围 将士扬言要活捉他 他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于是仰天长孝 我既不成乃天命也 接着挥剑自杀而亡 但是眼睛却一直睁着 久久不愿意陛下 监军卫冠走到他身前 深深地做了一个依 不无感叹地说道 福国之灭 绝非将军之罪 实是厚主无道而至啊 看到这儿我眼里有些湿润了 我不禁在想 刘善降了 数国灭了 无力回天的姜维 即便降了 也不会有人怪他半分 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甚至撒进最后一滴血呢 我觉得应该是他从恩师 诸葛亮身上继承了一种 叫做忠义的信念 这种信念从刘备传给诸葛亮 又从诸葛亮传给姜维 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 让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各位看个老爷们 你说呢